403的标题是成果 开通时间回到烧岛前 第一王子四射兵队长来到第二层执行第九王子的暗杀计划 关于第九王子的能力他们已经调查清楚 现在他四射兵没有手下 所以无法使用能力 他也放音去暗杀 结果他在入图中遇到比克头 比克头是第一王子的四射兵 但实际上这个人已经不是比克头 他之前被第九王子的能力打到 现在他是第九王子的手下 可是四射兵队长他不知道 比克头出现的理由就是要让四射兵队长暂时在原地 所以在走廊上看到的两人 以及打着比例的男子都是暗装 他们把四射兵队长的准确位置传达给第九王子 好让他的能力可以集中对方 四射兵队长感觉到能力发动 他自己也吓到 第九王子身边不是没有手下吗 怎么可以发动能力 结果他就被打到了 原来第九王子可以发动念能力的条件 不是只有他的四射兵 其他人也可以 只要被他念兽赋予羽毛的人都符合条件 前提是这些人都必须对第九王子忠诚 如果不是羽毛就会消失 再来就是被刻印的人会暂时昏倒 昏倒人这段机会被念兽消除 所以你不会知道发生了什么 原因就是避免敌人知道自己被断过手脚 第九王子把来与他会命的人都变成念能力条件了 当然第九王子本来在卡金就相当有人亡 所以这些人当然也愿意对第九王子忠诚 这段我只是想到这句话 龙武的手上只要有枪 没有人可以杀死他 对他忠诚的人这个传上有很多 只要符合条件 这些人就像是龙武的枪 要对付他很困难 你要面对第九王子只能用条件型的念能力 可是这会随着他发动的次数变得困难 只要他幻生的人越多 他的眼性就越骗我 同时你要对付第九王子的行动就越困难 原本第九王子发动念的时候身旁有14人 这次发动只有12人 因为他的念无视防御不具有物理伤害 所以直接夺走对方身体 没有强的问题 所以人多人之少的区别在哪 难道是距离吗 昏倒事件司法局也注意到 其中有一个昏倒人竟然还是司法局的人 虽然第九王子对此现象有自己的一套说法 当然我们都知道他是在说谎 所以眼镜哥很快就去找那个司法局的人了解情况 这一话计较第九王子念能力的名称叫做 少年射出残酷的宫 这是来自一本小说名称 内容大概就是说一名拒绝母亲爱的少年 杀死了自己的兄弟姐妹与父亲 这边提到就要讲一下上一回第一王子收到的信 虽然他故作阵地 但是其实内容提到第九王子其实跟他是同一个母亲 他母亲是支持第九王子的 从这一话看到的剧情来看是真的 而且那个鼻子骗不了人吧 你们看他们两母亲的鼻子 跟第一王子还有第九王子一样 第九王子还不知道他生母的真相 他本来就极度讨厌争罗战 对他母亲的支持 就是这个残酷的宫的故事一样 刚好他的念能力也是弓箭 信的最后花尿很聪明 他说他还可以提供其他消息 但前提是要他去保护风月 虽然不知道能不能成真 但至少有机会 这边提一个有趣的东西 第一王子手上的信虽然做得写得密密麻麻的 但如果你用凝仔细看的话 可以看到上面有三行写着 奶木版46 喜欢针事件摇滚的事 阴版46 摩擦系数 日向版46 约定之软 这几个偶像团的名称与歌名 而且并不是用猎人世界的文字哦 是直接用日文写的 直接被我抓到 附坚你以为这次附刊 就能逃过我这个念能力者 找出你偷放进去的喜好吗 念能力旁边的假名是写 这是一个没有指挥的演奏团 指挥就是指王嘛 第九王子曾经讲过他要废掉王权 但新任国王跟他说 你要废掉王权 那就先当上王再说 所以他需要那么残酷的功 当然第九王子的逆一发动 第一王子这边马上就观测到 第九王子倒下这件事情 以斯瑟兵队长的暗杀行动 不可能那么快 他们认为这可能是陷阱 当然我们上天思想已经知道 原来第九王子本人已经换到斯瑟兵队长的身上 之前是把身旁的人射出去 这次则是直接转移自己 他还打电话回来说他会继续完成任务 要第一王子不用担心 这边第九王子虽然已经变成躯壳 但没有死 所以第九王子就在斯瑟兵队长的身上 亲自去把自己的躯壳给杀死 只要完成这个任务 第一王子就不会再怀疑诸多问题 除了这边之外 刚刚不是说眼镜哥去找那个 也忠诚第九王子的司法局同事吗 他也对眼镜哥说的一样的话 那就是第九王子就要死了 这边的眼镜哥听到非常重要 因为司法局的话语权很大 只要司法局发出第九王子死了 所有王子都会相信 第九王子也就完全成功炸死 那这一话还有一些其他部分提一下 第九王子倒下无法收醒 除此之外还有两个人也不收醒 那就是第四王子跟第十三王子 第九王子目前是不可能看到那封信 这里做了写了一个方法 就是最后提到的 库拉皮卡要人期公开信件内容 因为库拉皮卡得到的信内容 跟地主王子是一样的 所以只要公开出来 地主王子就等于得到信件内容 当然地主王子的出生我们已经知道 主要这边是想让读者知道另外两个 第一王子的秘密 以及第四王子的恶行 当然要说的事情有好理解 库拉皮卡也有想到可能 中途会被阻止公开 所以这里也不好说 但希望至少能听到第四王子的恶行 库拉皮卡这么做主要的原因就是要延长蒸头战的时间 除了这还有让上位王子之间能有一些其他的碰撞 虽然库拉皮卡没有讲明 但这里很明显 库拉皮卡已经有对策要怎么破解这个杀戮游戏 只是需要时间完成 目前整理进行的情况太快 所以他需要一个事件来慢下来 还有一件事情就是第三王子每天吐出一枚数字1的硬币 在10天后吐出的数字变成10了 他想要针对手下对于此现象的意见 其中有一个人他说 如果按照这个变化 再跟用后硬币就会变成10000了 10天变成10 20天变成100 30天1000 40天后就是10000 然后第三王子就回答说 再经过630天就可以使用 PALU PUNTE 他手下听不懂 然后第三王子说 我自言自语也别在意 这是什么意思你们知道吗 630加目前经过的10天就是640天 640天硬币数字就会是10的64次方 10的64次方被称为不可思议 PALU PUNTE 是勇者兜容游戏里面的咒文 这个咒文会发生什么事情你无法知道 就是一个充满不可思议的招式 这边作者说了一个捏他 第三王子在听自己手下讲完后发现完全不行 这些人对于念能力的现象理解程度完全不足 他需要库拉皮卡的协助 就是最后我们看到库拉皮卡前往第三王子的房间 最后在尾页有提到奶木版美少女战士的音乐剧 他不是我还真不知道有这表演 各位知道美少女战士就是作者老婆画的 奶木版46是他喜欢的偶像团体 这组合附近肯定是爱死的吧